哈喽大家好,我是二鸣 首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我接下来 我可能 我因为咱们上次拍999人雪花里的时候 我把它比作成啤酒店的老师来世 又显然不够严谨 虽然价格够 但是在还没有得到市场认可的钱的下方 单方面老师来世的 请原理我的身手 但是,今天这个啤酒 把他比作啤酒店的老师来世 还是比酒把握的 因为他得到了市场认可 好像有一定的知名度 而且酒闻大名 传说中评分最高的啤酒 别再跟我说毒蛇了 在拍雪花里的时候 我就说不要再提毒蛇 但是还是会有人再提 因为毒蛇度数太高了 已经超出了啤酒的范畴 那么今天要喝这个啤酒 大家看标题就知道了 来自比利时 并且常年霸档修道院内帮寿 而且每年只生产了4000档 即便比利时当地人 也不见得能感受热乎的 西弗莱特伦12号 又称W12 今天拿他来当个考量 那确实有点烦晒 这个酒也是一位粉丝朋友送的 他的名字叫 还是不当提 这位哥哥一定是会发烧一路 谢谢哥 这个酒瓶外观就看起来很简单 博士这边有个小微博 这个酒瓶本身是没这么标识的 只是通过黄牛在走势的时候 贴上来 他这个酒的信息 全部在这个瓶盖上 看到没有 酒精度 麦芽度 还有商标 还有就是这个酒的三种 8号 其中12号深受大家的欢迎 在世界主流啤酒媒体 还有消费者军选中 这款12号 评分非常高 来试一下 用这个999的旗子 哇塞 好香 看一下 我真的好香 这酒铁的颜色就是中和色的 这泡沫非常新鲜 这应该是我做视频以来喝过的最顶级的金鸟 今天我收了一样 带你们试一下 咱们一起小偷来屁股 干杯 哇 太鲜美了 我真的特别香 又闻起来很浓烈的麦香味 再带着点稀微的酒精味 就口感很浓 泡沫很丰富 就无论从香气 口感还有酒体 都呈现出那种高水准的平衡感 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 总体来说很厉害 好喝 哦不对 好喝 形容的还不够 应该换做舒服 很舒服的一款酒 就特别适合发烧油 原料 水 丹麦芽 五麦芽谷 啤酒花 酵母 白砂糖 酒精度10.2度 原脉汁浓度20度 保质期3年 净寒量330烤酸 它的味是偏酷的 喜欢黑皮的 然后经济条件云雪的情况下 可以试一下 就感觉跟螺丝夫10号有相似之处 但是要比螺丝更厚更重一些 就感觉比螺丝多加了白砂糖 因为它这个稍微带点甜口 更好的入口 但是你让它很奇怪 虽然它带点甜口 但是你下去之后 那酒精感还是很明显的 还有人说 在死之前一定要尝一下 说这句话的一定是会发烧油 都说人生要做家家法 不是在体制上做家法 不然你衣柜里面挂了去年的衣服 今年都穿不下了 用子萱的话讲 他一直挂在衣柜里面 他都挂了 人要急事行了 就好像我小时候的一个暑假 然后去那个游在花地里面玩 人有三级嘛 小孩也有 于是我掏出家伙的尿 然后这时候我看到一只蜜蜂飞过来 然后我就拿尿吃它 结果就被蜜蜂 走走 好想再开一瓶 但是有点浪费 就个人感觉 入口会更甜口一些 对于不太能接受螺蛳那么重味道的 可以试一下 然后他们两个感觉怎么说呢 你要说是余量清洁吧 它没有那么严过其次 就螺蛳跟它之间的那种感觉 就很微妙 怎么形容呢 就好像小时候 我跟我的小伙伴 然后一起比那个吃尿 看谁吃得远 我尝语 又有一天 他们发现我的家 比他们的 说我不算赢 是一个道理 每每想起这个事来 我都觉得 上天对我不够 就凭什么我的努力不被认可 啊 今天信息量有点大 你们消耗消耗 其实我还可以得喝了 但是我觉得 有点浪费 咱们总结一下 这一款酒 W12 总体来说非常棒 是一款喝了非常舒服的一款酒 不管是从味道 口感 还有酒体 都呈现出那种高水平的平衡感 我觉得是对着写的价格 它的包装虽然贴了一些简单的标识 但是依然让你不明觉灵 而且这个酒人又从来不做广告 然后控制量产 不接受任何商业订单 然后你只能通过个人信息去购买 而且是限量购买 虽然我都瞎喝啊 但这个酒给我感觉 就舒服 OK 那么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帮我点关注 以及分享 以及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告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